时代力量立委为牢基法修二在总统府前静坐抗议 今天凌晨帐篷被警方强制拆除 但晚些民众隔着巨马空头暖暖包 外套、食物、帐篷等物资 时力立委与群众们近20人再度在凯道重搭五顶帐篷 准备度过漫漫长夜 时代力量今晚开记者会指出 希望和蔡英文总统会面沟通牢基法修法的一律 但蔡英文希望他们先撤离再沟通 很遗憾我们没办法做到 表示这次静坐抗议诉求无法达成 洪子庸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次诉求希望和蔡英文见面说明对牢基法的一律和看法 但这次诉求没有达成 她说和蔡英文确实通过电话 希望为牢基法修法能凝聚最大共识 希望大家好好协商 他们也跟蔡英文表达希望好好坐下来沟通 因为牢基法修法关乎蔡选举时的政见 希望好好来谈 但因为蔡希望他们先撤离这里 很遗憾他们无法做到 徐永明说蔡英文总统说承诺离开这边才能有会面 他们没办法接受他们没办法在见面前先撤离 黄国昌则则说虽然很多人说他们被孤立但很多民众空投物资还隔着铁丝网做舰检这在台北市 很难想象但他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另外今晚有一男一女企图翻墙进入凯道管制区内还有两人接应被警方发现后代理管制区 黄国昌向警方关心此事 他说所长反而关心他脸色苍白气色很差 希望他保重身体好好回去休息 但他觉得情何以堪 所长关心我的身体关心到把遮宇棚拆了 让我在雨里睡那么久 时代力量在凯道重新搭帐篷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时代力量今晚开记者会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时代力量在凯道重新搭帐篷 记者林梦杰摄影 分享 中央设台北七日电 时代力量立委红慈勇等人今天晚间在总统府前进食静坐现场表示 没办法接受跟总统蔡英文见面前必须先撤离凯道 这是不可能的 红慈勇表示给蔡英文总统的 一封公开信 谢谢蔡总统看到 也谢谢总统的努力 希望大家能够寻求牢记法修法的最大共识 但是亲自向蔡总统说明的机会没有成功 是因为有设下一些前提条件 经时代力量党团讨论后没有办法同意 他说非常遗憾没有机会亲自见蔡总统向总统完整说明 红慈勇指出因为种种条件和一些前提最后没办法和总统见面主要原因是蔡总统希望我们先撤离凯道 很遗憾 许永明说承诺离开凯道才能和总统会面这个前提没办法接受 时代力量没办法接受跟总统见面前必须先撤离凯道 这是不可能的 许永明表示红慈勇与蔡总统的互动有于党团干部讨论过程党团也知情